加拿大仍是这周外交部记者会的关键词,一半以上的问题与之相关,无论是最新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因贩毒被判处死刑,还是先前被捕的康明凯是否有外交忽免,以及加拿大政府集结盟友对中方施压,针对上述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逐一回复,其中不乏一些强硬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驻加拿大大使卢沙爷照例在官邸通媒体朋友聚会交流,算得上一次小型记者会回答了多个中加热点问题,从中也能看出中方的态度。 1.外交部回抢加拿大总理 1月14日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的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加拿大级被告人,罗伯特劳埃的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当庭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庭审显示,谢伦伯格涉案毒品数量巨大,供给冰毒222.035千克,法院认定,他还是国际贩毒组织主犯,解析犯罪计罪,讯息一出,加拿大慌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中国随意做出死刑判决,事实真的如此吗? 此话诧异,我不知道家方有关人士讲这话之前,有没有认真读一读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发布的相关资讯,有没有认真学艺学中国的有关法律? 华春莹对于这种表态非常不屑,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社会危害极大,各国都予以严厉打击。 中国同样对毒品犯罪严惩不歹,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相反,他认为,家方领导人有关表态,显然是太随意了,这有损加拿大的形象和信誉,希望他们尊重法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另外,据称,加拿大外交部已向中方请求,对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侵判。 不过,被华春莹一口否决,中国是法治国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会受到行政机关干涉。 除了政府方面的声音,一些人权组织表示这一宣判很不正常,背后藏有政治动机。 华春莹斥之为,纯粹是恶意污蔑和无力指责,这样一个严重罪行,如果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他们会做怎样处理? 面对这样严重的走私毒品犯罪时,采取坚决措施,恰恰体现了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坚定决心。 华锦还不忘提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国耻,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 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再来强害中国人民的生命,甚至还有人拿宣判时间从中作梗,认为宣判仅用了不到七十分钟,速度太快了。 对此华春莹反问道,你认为需要多久时间去审判呢? 只要是正义的判决,时间长短并不重要。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是,为何此次中方邀请了不少外国媒体旁听? 华姐只能无奈地说,你提问的逻辑很有意思。 以前不允许外媒去,你们有意见,现在允许你们去,也有意见。 你们到底想怎样呢? 此外,康明凯案再次就是重启,家方指责中方,因康明凯在华担任外交官期间的行为,而对其逮捕,为尊重其外交或免权。 华春莹解释称,康明凯不是现任外交官,此次施持普通护照,商务签证来华,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而被中国有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国际法,不享有豁免权。 而在这一问题上,华大使进一步做了解释,家政府称,在他任驻华外交官期间从事的活动,具有所谓的余效豁免。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 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有很多类似叛例,都认为,外交官从事危害住在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不是执行职务的行为。 二、孟晚舟事件必然影响中加经贸关系。 本周还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件,中加两国均是出了针对彼此的旅行提醒。 加拿大政府在本周释出了复华旅行提醒,警告家公民中国可能对加莱华人员随意执法,而外交部也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加拿大。 对此,华春莹吐槽的一句,加拿大的确应该使出一个提醒,不是来华有危险,而是提醒不要来中国走私贩毒。 他认为,加方使出所谓提醒有点贼喊捉贼,以所谓法律为由任意居家外国公民的,恰恰是加拿大,而不是中国。 最近一段时间,加拿大方面还在竭尽全力推动其所谓盟友帮自己站台,鼓动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呼吁中国释放加公民。 华春莹一方面反问,有多少国家,多少人支援谢伦伯格,来中国走私贩毒222千克,另一方面他也表态,客位数的所谓盟友,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坚决反对毒品犯罪。 孟晚舟始建后,中加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双方一系列的举措,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 虽然卢大使一再表示,中加双方就近期事件保持住畅通的沟通渠道,但他也同样认为,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必然会对双边自贸程序等产生影响。 他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采访时称,中加双方本来对推动自贸程序都持积极态度,而且进行了四轮探索性讨论,解决了大部分分歧。 但后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对该程序造成了干扰和破坏。 这些因素都不是中方造成的。 面对双方日益胶着的舆论战,卢大使也深感不安。 当前中加关系的现状,确实对中加双方交往和合作,造成很大冲击。 我们希望通过双边渠道,冷静地处理有关问题,而不要诉诸麦克风外交。 这样把问题炒热反而无异于解决问题。 中加关系的现状,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旅游和民族情感方面,也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或许有的人还不知道,2018年是中加旅游年,但并没有预期那般火爆。 卢大使表示,旅游年的开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 希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情,会对两国政治家产生正面的影响。 事实上,加拿大在中国人心目中有非常好的形象。 在西方国家中,中国人民认为,加拿大是最好的朋友。 比如白求恩医生就是一个中加有益的象征,但卢大使叹言。 在发生孟晚舟事件后,中国人民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为朋友两肋插刀。 但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感觉,像是被朋友背后捅刀。 希望能尽快妥善解决此案。 修复两国关系。 恢复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感情。 栏目主编。 刘璐文字提图图片。 所忌廉 1933WS 。 直接到要運不来。 你封 entsprech三小�权蛋打路。 感谢观看